HELLO 大家好 我是Navi 跟大家分享我這次去泰國買了什麼東西 還有這次也買了一些小禮物想要送給大家 那如果你對泰國的一些吃啦 用的啦 化妝的啦 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囉 啊啊啊啊 怎麼一大小啊 我們先從吃的開始看 那其實還有另外一包真的超級好吃 我已經吃完了 而且其實這一包啊 我買了好幾包 但是我都已經吃完 因為它實在太好吃了 我會再拍一個影片就跟大家一起試吃 它不是真的純薄片的那一種 它是有一點厚度 而且它脆度是很像是烤過那種餅乾的 那它這個我覺得有點像是 我以前在美國高中很愛吃的一個餅乾 叫做Sunchip Sunchip就是這樣的波浪狀的 我記得好像差不多是20塊吧 每一個國家的包裝都是這樣 包裝都看起來很漂亮 然後很膨對不對 它其實打開也只有一半 給大家看 我們家這隻毛最近在發情 它這個 你看 它超生氣的 下面幾項是我男朋友買的 因為我男朋友非常喜歡愛吃那種很很詭異 而且很甜的東西 這個是在Big C買的 應該是越南的牌子 然後在泰國賣的 那這個的話有點像是那種蜂蜜派 只是它裡面是夾草莓 因為它這上面就是有畫一個草莓 肉鬆捲餅 這是他們泰國當地的牌子 我記得那時候我在Big C看到很多人在買它們 所以應該是可能很有名的牌子吧 所以也是之後會再跟大家分享 幹嘛你生氣完了呢 這個的口味是打拋酥 它是泰國限定的口味 那這個是我其實上一次去泰國就買 我覺得它非常好吃 嗯 芒果的這種 的這個 這叫什麼棒 芒果棒 巧克力棒 對 所以就是你可以就大概知道說 我們這一隊情侶 我們口味真的差的是很多 這次調理包我們也買了幾種 這個的話它是 不知道是什麼 應該是白咖哩湯吧 我不知道它寫 感覺有點像是白咖哩加野奶嗎 那這個的話是 我非常喜歡吃的咖哩 它是綠咖哩 綠咖哩雞肉調理包 紅咖哩雞肉調理包 我覺得泰國的料理真的是太好吃太好吃了 這個是那個 有點算是泡麵的感覺 那它是Petai Petai就是他們有點像是炒河本 南向好像是很有名的泰式料理餐廳吧 那他們都有出這種就是調理包系列 你自己可以回家煮的 那這個的話是酸辣湯 就是東櫻公湯的調理包 那這個的話是 瑪莎曼咖哩 跟調理包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是你必須要再用鍋子自己煮的 因為上一次我們去泰國已經有買了一些 而且到現在都還沒吃完 所以這次我們買就只有買兩種泡麵 一個是這個 這個打拋豬 我買到現在我已經吃了大概有沒有三包 它非常非常好吃 它有點沙茶的味道 但是它又有那種豬肉的香味 我很喜歡吃湯麵 但是我是不喝湯的人 但是它的這個調理包 就是它出來那個湯真的是會讓我就是把它喝完 這個它是綠咖哩 有點算是雞肉麵 那這個是我男朋友買的 吃起來味道有點妙 但是它覺得很好吃 所以我也會在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調味料的部分 我們買了這個 其實是在泰國餐廳很常 你吃海鮮啦 或是拌什麼一些有的沒的一種 綠色的這種海鮮醬 那它是偏辣的 所以我們覺得很好吃 我們也不知道哪個牌子好 所以我們就在BC隨便拿了一罐 所以還沒有試吃過 所以不知道味道怎樣 這次去了一個傳統的市場 我的VLOCK裡面也有拍 那邊東西真的很好吃 那我們買了其中一個是這個 這個它有點算是 就是那種炸的那種小魚乾吧 酥炸小魚乾 那它其實有很多很多 攤販都是在賣這種香料的部分 那我們就經過一家 因為它實在那咖哩味道太香了 就是已經包好了 那它有就是秤重的 那我們看當地人很多人在買 所以我們就去買了 這個呢 辣椒膏嗎 Paste 它把它做成像是膏狀的Paste 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耶 但感覺像是吃那個Petite 感覺他們都會加的一種醬 綠咖哩配 我們買了一些就是東英工的一些配料 配好的 那你就加在湯裡面 香茅 辣椒 就是一些可能他們當地的香料 然後你看它雖然是已經外面有這種蜜蜂 但是它其實還是聞得到它的味道 真的很泰國 很香 手標泰式茶 那這個的話在BC很多地方都有賣 那你去Terminal21下面好像有他們自己專門的這種飲料店 那泰式茶這個我非常喜歡喝 它茶香味非常的夠 那這個的話是無糖的 你就可以自己加煉乳或是加牛奶 看你洗 它是茶包裝的 你就放到茶杯或是放到壺子裡面去煮 那它一兩個茶包 可以來回沖大概兩三次都沒有問題 這個綠奶茶 我只能跟你說 這個綠奶茶呢 味道非常非常的香 很像是香精味那種 這個也是我會另外再拍影片 跟大家一起喝泰式這些不同的茶類 所以現在先讓我賣個關 為什麼是分金色的呢 這個好像其實跟那個一般它的橘紅色那個泰式茶其實是蠻像的 只是它這個好像茶味在更 我覺得在更濃一點點 那他們其實還有就是烏龍茶系列的 但是我們沒有買 那這是我男朋友還買的 它很大一個喔 它其實是那種茶粉的 我不知道大家聽不見到 聽得到嗎 它是那種茶粉的 那也是你就是可以放在茶壺裡面去沖泡 好這次呢 因為我男朋友很喜歡喝奶茶 所以我們買了有沒有大概 應該買了四包 這樣一整袋包裝的吧 那它裡面就是分別就是有那種 集容包你可以再去泡 我之前推薦過的阿嬤白肥皂 這個的話呢 它就是他們比較一般的那種保濕性肥皂 這個也很好用 如果你有去Bip C的話 你可以去拿 因為它也很便宜 而且它一顆可以用很久 但是我之前出的那個比較控油 油肌很適合的 你們有去Terminal21他們專門店 我真的很推薦去買那一個 這次去 因為我們有去按摩 我們去有一家叫做Divana Divana其實它是在泰國很有名的護膚品牌 它自己的按摩的那個地方 賣的價錢跟百貨公司比 百貨公司還稍微貴了一點點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有機會去那邊按摩 會建議你在那邊買會比較好 那我們先從洗澡的地方開始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去做 兩個半小時的油壓 那它前面會幫你就是洗 不是幫你洗 不是幫你洗澡 是你自己洗喔 不是那種店 OK 它是很正規的 是你自己洗 那它浴室裡面就會放他們一系列 自己品牌的用品 那我那時候用我就非常喜歡 而且它味道真的太多 我真的是很 而且它價位稍微有點貴 所以我就只能買了一個 是我跟我男朋友都可以接受的味道 這個味道它是Green Olive 那這個是沐浴露 真的是很草本 你知道就是很中性 然後帶一點點薑 但是不是真的薑那種很刺鼻的味道 我真的很後悔我那時候沒有買他們的這個系列的洗髮精 因為那時候他們有活動 就是抽籤大家可以看抽小禮物 我就很幸運的抽到了檸檬草的洗髮精 那這個的話它跟我剛剛講的這一個系列的檸檬草洗髮精 其實是有差的 這個的話它洗完會比這個系列的再容易出油一點點 但是它都不算是這種很容易起泡 這個的話它是檸檬草的味道 沒有礦物油成分 也沒有細的成分 也沒有防補劑的成分 所以我自己覺得它就保濕而言它也是很好 它也不會過油而且很快就吸收 所以就是我買了一個想要送給你 另外一家是我在百貨公司買的 它其實台灣也有貴 但是因為它是泰國的品牌 所以在泰國買會比較便宜 那這個牌子他們的香氛系列也都很有名 因為我男朋友一直就是一直抱怨我說 我都很愛買洗髮精 所以我們家洗髮精一堆 沐浴精反而很少 所以我們他就買了一個這個 但是味道也是非常的中性 也是很好喝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看得到嗎 這裡面有一根 我不知道是什麼草耶 因為它上面沒有寫 我們家也是都有在點蠟燭 但是你知道蠟燭就是會點不到最底層 就要重新去溶掉 就很麻煩 所以呢我們就買了這個 這個呢它其實裡面是有點像是木頭 那你就是滴精油下去 它就會慢慢的擴散 精油它是配泡配好的 它是有點算是木頭的香味 這個也是要送你們的 這個應該可以用很久 而且它聞起來有一種 我覺得偏像就是很草粉 然後稍微像 有點像我剛剛那個Green Olive的味道 我自己是很喜歡這樣子的味道 這次呢去BC 我有個非常大的發現 其實這個品牌是泰國當地的美妝品牌 那我為什麼會覺得很驚訝呢 是因為它我是買它的唇膏 因為我那時候想說好就先買買看好了 誰知道它好不好用 沒想到它超好用 它非常的滋潤 而且它非常的滑順 你看它輕輕一畫就這麼顯色 那個滋潤感是不會很油膩的感覺 你看是不是很美 我覺得超級美的 但是這個的話你就是妝容 你稍微要有一點點注意一下 妝眉條好的話它稍微有點鮮老 彩妝的部分這次買了兩個不是泰國的品牌 是因為這兩個東西是我在台灣就一直很想買 但是一直沒有貨的 或是找代購當地的那個國家也缺貨 Kanmate這個雪色莓果的顏色 我覺得它粉質還蠻偏細 而且它那兩個 就是鞋上那兩個眼影色偏莓果色 其實都可以拿來當腮紅 其實它用途蠻廣 另外一個是這個Catrix的眼影盤 以前用起來感覺還好 但我還在跟它玩玩看 然後跟它培養默契 好再來呢 這個也是我在去城市買的 那它其實是泰國的品牌 裡面的成分啦 還有外包裝都是委託日本做設計 那這個的話我用起來非常喜歡 而且我會覺得說 你有機會 你一定要去買 這次我只有買它的粉底液 推開會變得有點粉霧感 我這次色號買錯了 我應該是買最白的顏色 但是我買到第二白的顏色 看得到嗎 它乾得蠻快 然後推開 是這樣子 我剛剛弄比較多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它推開就會變粉 改天我在做整個妝改實測跟大家分享 這次去天氣非常好 一點都不肉 還有一點點微風 但是蚊子變好多 所以我那時候就隨便在Seven買了這個牌子的防蚊膏 就是質養膏 那它算是青草膏啦 就是它會有那種草味 然後說是可以防蚊 然後質養 我覺得 其實有另外一個品牌 是比較大罐圓罐的 那個青草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重 我不喜歡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那我覺得這個 它其實質養的效果也蠻好的 所以 嗯 你去泰國你可以去選擇一下 而且它這個有小尺寸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尺寸 這個大概十幾塊太多了 因為我 我是第一次買 所以我不知道說 它到底這些顏色 是不是有分功能 反正我就買 就每一個顏色都買了 然後這個是二十塊太注 它好像有點像是那種 就是 你塗鼻子不舒服 你塗在這邊 然後會涼涼的啊 鼻子可能就會通 然後可以 你很想睡的時候 你就可以塗在邊 因為它是綠油精的概念 我在想 這個呢也是 嗯 要買來送給你們 也是護手霜 那它是泰國的牌子 那我自己用 我覺得它 因為它這邊有包膜 所以我不想要拆開 那我自己用起來 它是那種椰子的口味 但是有些東西 放到護膚上面 椰子的那個味道 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甜 但是它這個不會 我覺得它還是偏向 比較自然 比較中性那種椰子的味道 而且我覺得它擦起來 就是保濕度也不錯 所以我就買了 然後送給你們 再來呢 是Sephora的部分 Sephora的部分呢 這個也是要買來送給你們的 這個是 Tarte的眼影膏系列 那它有黑色啦 然後還有這種 比較bronze的顏色 是這個 It's Cosmetic的 Bye Bye Under Eye Concealer 它遮瑕度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呢 我就買了 因為這個是我非常想買很久的 Sentral下面有他們那種國外超市 買了他們當地的 染髮劑 這個牌子 我買的顏色是Y9號 那這次呢 我去了一個地方 它是有點像是華山 都是一些文創 然後是很有設計感的餐廳 所以這次我就去 旁邊的一家那種很設計感很重很重的店 我買了三樣東西要送給你們 一個是 都是貓咪的耶 我有點失心不好意思 這個是試鏡布 電腦啦 手機啦 眼鏡啦 書寶 都可以 而且它那個試鏡布質感非常好喔 而且是泰國當地他們的設計品牌 那它是說它是microfiber的試鏡布啦 摸起來我覺得那個布的質感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想說因為它也很可愛 所以我就想買來送給你們 再來一樣都是貓的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貓咪 那它是這兩個 一樣是泰國當地的設計師品牌 然後這個是純手工的這種 呃 杯墊 噔噔 那這次會送給你們的呢 獲得這些小禮物的方式就是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打開鈴鐺通知 按讚我的FB粉絲團 還有我的IG 還有零食泡麵這些之後我都會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就是吃起來的感覺 那也是希望你們有機會去泰國的話 可以買這些東西回來試試看 用用看跟吃吃看 規則再寫更清楚放到我的 呃 粉絲團裡面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好嗎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影片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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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一個影片 的影片 歡迎 百分允許 跟大家 吃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